最新消息前驻美代表金普聰在3月25号就任了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上午在总统马英九的监视下 金普聰高举了右手在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 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等人的官礼之下 宣读誓词完成宣誓也正式上任 金普聰也成为了马总统08年上任以来第四任的国安会秘书长